Hey! What's up? 我是Diaz 正在探索洛杉磯的風光明媚 所以呢我選擇來短期遊學 白天上課 晚上則探索這裡最新的城市 終於我要踏上這趟旅程了 大概要飛14個小時 我做的是長榮航空的直達班機 票價大概是兩萬三左右 那我這次訂是單程單程這樣子訂 我先訂去程再訂回程 去程大概是兩萬七左右 那回程大概是一萬二左右 含睡 那個價格差很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下午七點的飛機 那到洛杉磯的時候呢 是洛杉磯當地的22號下午四點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神奇 第一次有這種時差的感覺 我明明就是在台灣的下午晚上飛了 結果到洛杉磯天氣 竟然是亮了 覺得這點真的是我從來沒有體驗過 我現在在洛杉磯了 那也因為時差的關係 到那邊非常的痛苦 因為很想睡 可是呢天氣又這麼的明亮 所以第一天晚上睡不好 那我到機場之後我搭Flyer Way 只要八美金就可以前往Hollywood Vine 那是我住的地方 也是我們學校 Kings Education所在的地方 那因為學校在好萊塢 這也是我選擇這個學校最重要的原因 你下Flyer Way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星星 好萊塢Star Hollywood Star 那些星星就在下車的路上 馬路上 非常酷 第一次看到這些好萊塢星星 我到了 好萊塢大道 聽說你要在Hollywood星星上面留名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你要獲得美國電影人學會的認可 目前呢華人大概就只有李小龍 成龍吧 還有一個女星 我忘記是誰 留言告訴我 連李安都還沒有辦法 擁有一顆星星 你看這多困難 現在呢我要去找我住宿的地方 那就是這個Hollywood Vine 一直走下去 就會到我住宿的地方 用走的就可以到學校的宿舍 那第一天就來到宿舍 就看到我的室友Daniel 他是來自義大利的 那他的計畫是跟我一樣 兩個禮拜 宿舍兩個禮拜 Homstay 那我們跟Daniel 第一天晚上很尷尬 不知道聊什麼 所以我們晚上整理好之後呢 我們就去超市 然後呢再去好萊塢大道那邊 附近逛逛 我們到了Tender Joy之後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老人 就跟我們聊天 然後問我們從哪裡來的 那那個老人非常的可愛 那他也跟我們聊了很多 然後也幫我們找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一來到這邊 我沒有帶任何的沐浴爐 我也沒有帶任何的洗碗精 洗碗精 也沒有帶任何的洗衣精 反正就是 我只有帶牙刷 牙膏而已 逛完之後呢 就正式結束我洛杉磯的第一天 那明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明天是開學 第一天上課 老實說 我已經好久沒有當學生的感覺了 起了個大早 在宿舍集合 我們健康的走路去學校 第一天上學呢 其實非常緊張 因為大家都是新生 然後也是個菜鳥的感覺 那看到一些學長姐 走來走去 很自在就覺得 怎麼辦 好緊張 早上學校的工作人員呢 把我們新生全部集合起來 帶我們從宿舍走到學校 那大概是15分鐘的距離不會太遠 那中間你會經過好萊塢大島 非常的苦 那第一天到學校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做一些入學的解說講解 然後會告訴你 有什麼APP非常好用 比如說Movie 你可以用Movie來查公車路線 非常方便 再來就是 他會告訴你很多 你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不准帶槍 不准毒品 來到校園之類的 都讓我覺得 我真的在美國 因為就美國我們才講到這些 有些槍啊 蟹都這種事情 在台灣頂多就是跟你講說 不能不可以有毒品 事實上在這邊很多人在抽大 大麻在加州適合法 你可以在專賣店買得到 我不敢嘗試 因為我覺得 不是一件好事 那講解完 關於學校的一些規定跟事項之後呢 我們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入學測驗 來測驗我們的英文程度 Kings分成了八個Level Level1到Level8 當然 Level越高 你的英文能力就越好 那簡單的入學測驗之後呢 我帶我們去參觀學校附近的周邊 還帶我們走到 好萊塢 帶我們走到 郵局啊 或者是附近的設施等等 那講解完之後呢 我們就放學了 那放學之後 我就想 我就跟我的師友Daniel 討論 到底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就先決定去 Hollywood volleyball 去走走 那走一走 去尋找你想要的那顆星星 Daniel他是Michael Jackson的超級粉絲 所以我們第一站當然是去 找Michael Jackson的星星 以及中國戲院 他的門口呢 有名人的手印 超多名人的手印都在 Chinese Theater 中國戲院前面 我們這樣逛著逛著 太陽就下山了 因為Hollywood volleyball真的很長 你可以逛很久 上面有非常多的店 但是我們都沒有進去逛 我們就只是在找星星 去認每一顆星星 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就這樣結束了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好的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 是 小費 你